我国将从明天开始调整房地产的买方印花税 当局将向所有市值较高的不动产 包括住宅和非住宅产业征收更高的买方印花税 政府也将从下一轮的拥车证竞标活动开始 向价值更高的车辆征收更高的车辆附加注册费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在国会发表新财政年预算案声明时 宣布将调整市值较高住宅项目的买方印花税 价值超过150万元的住宅项目 超出150万元的部分将征收更高的买方印花税 在住宅的房地产 房地产的质量在超过1.5亿到3亿到3亿到5% 在超过3亿到6% 至于非住宅项目 政府将为价值超过100万元的部分 征收更高的额外转名印花税 房产价值介于100至150万元的部分 新税率为4% 超过150万元则是5% 预计6成的非住宅项目将受影响 目前的统一税率是3% 这两项印花税调整后 预计每年将为政府带来额外5亿元的收入 政府也将调整车辆附加注册费 以更好的区分各个类别的高档车 同时调高向豪华车征收的车税 这项调整预计每年将为政府带来额外2亿元的收入 附加注册费将分层上调 其中迪按价超过8万元的车辆 必须支付相等于迪按价320%的附加注册费 目前则是220% 黄巡彩也宣布 报交车辆获得的回扣 也会设6万元的顶线 以免为高档汽车提供过多的回扣 为鼓励人们不抽烟 烟草税也将从即日起调高15% 预计这将每年为政府带来额外1亿元的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